大聲鼓鼓晶圓傳載方案大廠加燈 歡喜25週年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台灣金控董事長沈榮金 也親自到廠挺台廠 加燈董作秋名前 當場宣布大方發紅包給員工 慶祝25週年 我4月10號每個人要 發個15天半個月獎金 不過傳出三星高層近期來台 鎖定台積電大聯盟 密會加燈重月等台廠 希望透過設備和材料端合作 強化三星金元代工良率 並且降低成本 加燈董作沒有正面回應 但坦言有越來越多客戶找上門 我最大的好處是 因為我已經成為重要的一環 那我這個重要一環裡面 其實是我的服務的時間跟效率 3D封裝這一塊 會成為下一個競爭的場域 那其實在這一塊領域 我們已經先期布局 一年半到兩年了 這個載具會成為 現在還沒有佔我們營收重點很大 可是我覺得它會成為 我下一個成長的引擎的來源 要壯大台灣的護國群山 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晶片法 不過有半導體業界頻頻喊話 判台灣有更完整的晶片法 讓上中下游供應鏈都照顧得到 的確有些反應我們會仔細研究 那我想各國的晶片法案有點不太一樣 那台灣擁有很多的看不見的優勢 我們具有供應鏈完整生態的優勢 人才的供應的優勢 那種旅行的 都逢去到達州 也在這次 我們在這次 都逢去到達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